那麼這個季節的水果葡萄 卻成為了疫情之下的另類受害者 彰化葡萄盤商夫妻 到臺北萬華交易染疫 結果就有民眾疑似 擔心葡萄上會有病毒 只要聽到葡萄是彰化生產的 紛紛退訂 如果農一次就被退了50箱 成了另類的受災戶 生產葡萄的普新商長就出面 強調葡萄是無辜的 也說這次染疫的是盤商 跟葡萄生產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摘下一株株成熟的葡萄包裝 封箱後準備出貨寄給買家 但果農很擔心這一批貨 會不會又被推定 果農難過說自從彰化葡萄盤商夫妻 去萬華染疫以後就傳出 有民眾擔心彰化生產的葡萄上 會有病毒 導致西湖大村普新的葡萄 紛紛被退貨 果農遭受疫情牽連成的另類受災戶 盛產葡萄的普新香 香長說原本因為防疫升級 大型活動取消葡萄被退令的情況 已經不少 現在又謠傳彰化葡萄上有病毒 導致有果農一次就被退了50箱 損失慘重 真的葡萄是無辜的 那葡萄的生產環境都受到嚴命的控管 那這些染疫的這些盤商跟葡萄生產的過程是沒有相關 香長說雖然這一次染疫的葡萄盤商不在普新 但自己願意站出來替所有彰化葡萄農說話 希望大家不要聽信謠言支持果農 不要讓他們的心血白費 華日新聞 無連理品行 謝忠義 彰化報導